十年難得一遇的股災 要好好把握才是 因為2008年的時候錯過了 大家害怕的不是我失去了工作 不是我失去了錢 不是銀行保幣 而是失去了人命 連人命都失去了 其實還投資來做甚麼 所以這次投資市場的感覺 令人更加恐慌 當然有恐慌時通常出現機會時 經歷過以往股災 這次你就會馬上在我腦裡 第一個時間想 十年難得一遇的股災 要好好把握才是 因為2008年的時候錯過了 前財經新聞主播顧子君Debbie 在財經界打滾近17年 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 曾經去過華爾街採訪 親身見證股災對投資者的衝擊 回望過去 他確認當年錯失入市機會 認為應該把握這次逆市投資 我會吸取了以前的經驗 我2008年的時候 想要做節目 想要怕甚麼都沒有做到 現在就是想 我有一柱資金 可以分多少柱 心裏面有一些股份 甚麼時候慢慢吸納 你買了 它再跌一點的時候 你起碼心沒那麼慌 因為我還有資金 你還可以再溝一下 它升了我又不會很傷心 但因為我本身已經有一柱 Debbie現在對投資甚有心得 但她第一次投資的時候 亦都試過損收離場 當年短炒小價股 一年損失過兩三個月人工 交過學費之後 她一改投資方向 集中觀察心儀的股份 即時調整買入持有策略 才開始在股市上有斬獲 今次逆市之下 她看好哪些板塊 我自己會之前提新經濟股 還有我會儘量買一些 收息相關的股份 我一直都喜歡美團 很多股評人 其實也都說過 他的模特兒比較獨特 我想在疫情之後 其實他雖然第一季虧損 但你看股價完全不太反映 或者之前已經充分反映了 之後究竟業績 會在過了第一季之後 會有多厲害的增長呢 所以我覺得落到低位的時候 不如可以儲一些 收息庫我一直都有賣778 另外領子多就沒有拿 因為我覺得它已經不是特別 只是一個Risk那麼簡單 亦是有些發展商的概念額 另外我會買一些ETF 即是短線的 例如你看好黃金的 我不想直接買期金 於是我會買2840 如果你發覺擺放一年的話 其實現在會補到兩成多 所以我會用不同的工具 即是自己看了資產線 然後再想用哪些工具幫助自己 除了投資股市之外 Debby亦都有投資海外物業 尤其看好柬埔寨市場 我覺得柬埔寨是滯後 當年的泰國 然後越南 其實當地很多東西都升了很多 你再追進去的話 我覺得那個爆炸力不會很強 以前也有做一些相關的 即是申請市場投資的專輯的時候 我就了解到 通常最初幾年的爆炸力 就會是最強的 然後越來越多人討論 當身邊賣報紙的嬸嬸 都跟你說買柬埔寨了 那你應該是時候放了 現在也不是太多人說這個地方 而我真是親身去看過之後 我發現那裡是乾淨的 用美金的 令你安心 至少不會市匯 然後它有一些區一直在開發 逆市之下 不少人面臨失業 但Debby就在今年3月辭職 轉為自由生擔任公關 私兒主持等的工作 收入雖然較以往不穩定 但她認為是跳出舒適圈的機會 未來更有意與朋友合資創業 因為我實在所設計畫 Mm 現在你會有什麼 fiber之一 說簡訊是4月的 會有什麼 bby就像會有瑣碗